凤梨蔬果大餐摆在眼前 非洲向阿里伸出长长的鼻子一口玩时 红毛猩猩咪咪将整颗凤梨拿起来 看了一看 把中间的水果通通倒出来 涌在怀里慢慢吃 再看过来 长臂员贝贝和悠悠舒服地坐在木栈板上 用手拿起水果大口的大吃特吃 结果玩一个太开心 冲了过去整晚翻倒 悠悠你太近了 很老狗 现在正是凤梨盛产最甜最好吃的季节 高雄市各个局处纷纷响应 推出各式凤梨好康活动 就连寿山动物园也不例外 原方将动物们食谱里面原有的凤梨 加量再加量 透过巧思将当季凤梨切丁 以凤梨当作基底 中间加入各种蔬果 看起来超级丰富 因为这次我们就是为了配合农业局 他们的那个凤梨的产季 然后在当季的水果 非常甜美的凤梨 然后也适合动物来采食 所以我们就提供这些凤梨给动物 这一次的凤梨的话 我们主要观察到黑熊 它特别会喜爱 因为黑熊喜欢吃凤梨 还有长臂碗熊 长臂碗熊看到凤梨也是非常的兴奋 因为他们对这凤梨的甜度啊 吃口性都非常好 特别的是台湾黑熊的嗅觉非常灵敏 工作人员将三颗凤梨分别摆在不同地方 这只名叫波比的台湾黑熊都能闻一闻 顺利找到凤梨位置 不止如此 就算云芳把凤梨放到了这个泡澡的水池中 黑熊一样轻轻松松找到食物大口享用 在黑熊的展场我们会放在不同的地方 位置还有各个角落 然后提供让黑熊去寻找 让它延长它的采食的时间 避免它在展场上太无聊 观光局指出这些凤梨不会特地去掉果皮 是因为要尽量保持水果的原型来喂食 又甜又好吃的当季新鲜凤梨 就算连皮一起给 也不影响动物们的食欲 长比碗熊用暴风般的速度嚼啊嚼 相规虽然动作比较缓慢 却也是吃得津津有味 可以看到台湾凤梨的魅力 不只受到人类喜欢 就连动物们都爱不释手 记者正光配装书庭高雄采访报道